一大早里长与志工带着工具来到公园清扫整理 可别少看这个公园一整片绿衣盎然的绿地及树木 都是里长与志工们共同出钱出力细心维护的 就每天在灌溉用自动的喷灌还有人工器灌 所以我们这个公园这个草皮保持都是绿衣盎然 还有这些动物园它原来是幼稚园 我们设计有一个幼稚园它幼稚园要结束 那我们就去请它说这个礼物给我们 我们就把它搬过来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志工自己来做的 除了一整片绿油油的草地以及可爱的动物雕像之外 走到另一旁更有个造景渔池 里头清澈的水与优美的景理让人相当赏心悦目 而为了公园里的浇灌与养殖 里长也用了水资源循环的理念 让每滴水都有所运用不浪费 我们的衣食都是循环过滤 我们虽然一直在喷水还有这个水泉 但是这个是回收的 都是经过过滤然后就回来 所以我们原则上这个水都没有浪费掉 油美的环境不只有里长的领导 也多亏了志工们各个发挥常才共同维护 其中更有位82岁的大哥将树木修剪造型 也有地面维护的清扫队 有了他们的投入也让公园展现出不同的活力 经过大家的付出与维护 许多里民都称这里是正义里的后花园 而里长与志工也欢迎所有市民朋友 有时间可以来到里内感受一下 犹如日式造景的公园环境 记者张世民 潘文玉高雄报导